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铭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苏俄的迪爱群英 那么在之前讲这些苏联早期的情报人员的时候 我们就多次提到了契卡和契卡的对外情报局 那么这集呢,我就首先来讲讲关于契卡和对外情报局的建立 契卡实际上是列宁他所建立的政治警察 全契契卡最早是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20日的一项决议 在彼得哥勒所建立 当时在决议里就明确规定了契卡的职能 首先是发现和肃清一切反革命代工的企图和行动 二,把代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递交给革命法庭 并且采取与之做斗争的措施 三,为了实施镇压而进行必要的预审 虽然从业务上来说呢 契卡的工作是和司法人民委员会联系在一起的 但从行动上契卡根本不受任何其他政府机关的干扰 他只向苏埃人民委员会负责 而从1918年到1921年期间 契卡在好几个方面扩大了权力 在初建的时候 契卡他并没有判决权和执行死刑权 在他成立的最初十天里 甚至连逮捕权都没有 是几个关键性的事件 让契卡的权力大增 首先呢是1918年1月 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 取消了俄国 唯一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会议 而这也迅速导致了苏俄内战的爆发 再也就是1918年2月 布列斯特和谈失败 1918年7月初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所领导的企业流产 而到了8月30日 彼得哥勒的契卡主席 我们之前讲到的乌里斯基被暗杀 列宁本人也同时受到刺杀并且受伤 为此呢 列宁就签署了一项苏外人民委员会的法令 题目是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险中 这个法令就规定了 说敌人的代理人 投机逃把分子 刺客 恶棍 反革命煽动者 德国间谍 一旦抓获就地枪决 这是一个临时的军事件令 但是这么一个临时的件令 就让契卡获取了不经审判 或任何法律程序 就直接执行死刑的权利 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19年6月20日通过了一项法令 使得契卡采取红色恐怖手段的权利 进一步的合法化 这项法令呢 规定了一系列契卡 可以对之采取直接惩罚行动的罪行 包括隐秘叛徒和间谍罪 为反革命目的隐秘可以致命的武器罪 参与纵火罪 故意破坏铁路和军事设施罪 抢夺和武装盗窃罪 以及非法抢劫罪 此外 在这一年的10月21日 契卡还设立了一个革命特别法庭 以对付武装盗窃和投机倒把 契卡之所以权力越来越大 是为了建立红色苏维 对俄罗斯国内的完全控制 任何有碍于实现这个目的的活动 不管是政治的 军事的 经济的 还是社会性质的 都是契卡行动的主要打击目标 即使为此使用了集刑 这个终极手段 契卡也是毫不犹豫 关于契卡的这种行动方式 契卡的第一任领导人 吉尔仁斯基 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 面对有组织的恐怖活动 恐怖手段在革命时期绝对需要 我们对苏维政府的敌人是一恐怖 是为了在犯罪的起始阶段 就制止犯罪 契卡不是法庭 契卡如同红军一样 是革命的保卫者 正像在国内战争中一样 红军不会顾及 他是否会伤害民众 而终止战斗 契卡也有义务 保卫革命 战胜敌人 即使他的剑 有时候会偶尔落在 无辜者的头上 那么最为可怕的是 吉尔仁斯基的这种态度 并不是由于他头脑过于发热 而说出来的话 当年列宁本人 也曾经表示 赞成使用红色恐怖手段 列宁说过 我们从来没有原则上 反对恐怖 也绝不会这么做 因为恐怖 是一种军事行动 非常有用 在某种战斗时期 它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对于契卡 可以毫无顾忌的使用 恐怖手段 当时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这就是红色苏埃建立之初 司法第一人民委员 左翼社会革命党的党员 施泰伊美格 即使在革命斗争 最为激烈的时候 施泰伊美格也竭尽全力 想要建立俄罗斯的法律制度 他谴责契卡的独裁专权行为 施泰伊美格经常下令释放被捕者 坚持所有的这种案件 都必须由苏埃人民委员会进行讨论 此外呢 他起草的有关契卡的法令 都是尽量限制对契卡的授权 而列宁则恰恰相反 尽量的扩大契卡的权力 最后呢 施泰伊美格坚持主张 只有知会司法人民委员部 和内部人民委员部之后 才能够执行逮捕 列宁支持采取 具有极大恐怖性质的 严厉的红色恐怖手段 这让施泰伊美格非常奋怒 他和列宁之间的冲突 达到了顶点 施泰伊美格曾经当着列宁的面 大声的喊道 那么我们还叫司法委员部干什么 干脆直接叫 社会毁灭委员部算了 而列宁当时的回答 让施泰伊美格更为沮丧 当时列宁的脸上 泛着红光 回答说 说得好 正是这样 只是我们名义上 不能这么说 另外反对契卡 独裁专权行为的 红色苏埃的上层领导人 还有加米涅夫 在1918年10月6日到9日的 苏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加米涅夫就提议 对被捕之后两个星期 提不出具体指控的人 一律释放 1919年 加米涅夫向列宁提出了一项 决议草案 要求立刻取消契卡 及其所有机构 把他的职能转给革命法庭 革命法庭应该受 全国中央直选委员会的 一个特别部门的监督 但正是因为列宁的大力支持 所以契卡经受住了这些挑战 列宁本人也确实对契卡 始终报以密切的关注 1918年 契卡的权力再次被扩大 首先 边境地区的临时契卡 设立了边境契卡 创建了三种类型的边防部队 陆军边防部队 海军边防部队 和空军边防团 这种边防部队的编制 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 都被沿用了下来 第二件事情 是鉴于曾经发生了 预谋暗杀列宁事件 所以对于保卫苏联最高领导人的问题 给予了高度重视 契卡的两个分支机构 被赋予了保卫领导人 和重要设施的职责 这两个机构分别是特别支队 和特别部队 除了需要保卫红色苏俄的高级领导人之外 这些特殊部队 还被用于警卫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设施 和镇压反革命暴乱 第三件事情 是1918年7月15日 苏安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在东方前线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砌 此后在其他的前线 也相继建立了砌砌组织 被叫做特别部 它的任务 是对红军中的反革命 间谍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 1919年1月1日 在全俄气卡总部内 就设立了一个中央特别部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项二元命令 正式把陆海军的安全工作 赋予给了气卡管理下的中央特别部 而这个针对对红军控制的中央特别部 及其下属机构 是非常重要的 以至于它的经费 占气卡1920年 整个经费的三分之一 与这同时呢 在气卡建立的过程中 气卡很早就开始尝试 进行国外的情报活动 因为随着红色苏埃的建立 它很快就面临了 外国武装的干涉 和苏俄的内战 因此它必须加紧 和各种各样的外国间谍机关 对于红色苏埃 以及红军内部的破碍活动进行斗争 1918年12月19日 俄共中央委员会执行局 就通过了 关于全俄苏反委员会军事局 和革命军事委员军事监察局 联合工作的决议 而这个新设机构的第一位领导人 是科德洛夫 1919年1月就正式成立了 全俄苏反委员会 也就是气卡的特别局 而军事监察机关 和各部队的苏反委员会 改组为若干的特别处 1919年2月6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就批准了 全俄苏反委员会特别局 及其地方机关条例 赋予了各特别处和红军内部 反革命和间谍活动 开展斗争的使命 这个特别局呢 是归杰尔任斯基直接领导 负责监督红军军官们的 政治可靠性 当时建立这个特别局 或者说特别处的机构 其主要的目的呢 是因为在内战期间 托洛斯基成功的 使用了红色禁卫军各团 里面的前沙皇俄国的军官 列宁和杰尔任斯基认为 这股可观的力量 必须要受到 百分之百的严密控制 而这些特别局 或者是特别处 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要监视 这些前沙皇军官 1920年初 苏波战争 以苏联红军的惨败而告终 这就迫使苏联领导人 开始关注情报工作 1920年9月 俄共中央政务局通过了决议 对情报机关 实行重大的改组 这决议里就说 毫无疑问 谍报工作的组织 是我们军事机关 最薄弱的环节 这一点在波兰战局期间 暴露的特别清楚 我们盲目的向华沙进军 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考虑到已经形成的 这种国际形势 我们身处其中 必须将我们情报工作的问题 提到应有的高度 只有严肃的 摆正位置的情报工作 才能使我们摆脱 盲目的意外行动 因此为了加强 对国外情报工作的领导 1920年 在契卡特别局内 又组建了对外处 对外情报机关就这样 在契卡特别局成立了起来 他这时候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 仍然是留在 红军的反间接机构之内 为了制定情报活动的改进措施 当时还组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 斯大林 杰尔任斯基和其他很多人 都进入了这个委员会 根据该委员会制定的提案 杰尔任斯基在1920年12月12日 向全俄速反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下达了这样的指示 他写道 我要求颁布 由我签署的以下命令 未经我同意 全俄速反委员会任何一个局或者处 均无权自行向国外派遣谍报人员 或者是全群代表 或者是情报员 请曹女关于组建全俄速反委员会对外局 同时撤销全俄速反委员会特别局对外处 以及任命该局局长的命令 命令还应该规定 只有该局才能经由全俄速反委员会 向国外派遣谍报员 就这样 在1920年12月20日 根据杰尔任斯基的这项命令 就正式开始组建独立的对外情报机关 全俄速反委员会对外局 在随后颁布的 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境外处条例里 明确写到了对外情报工作的各项要求 这里面写道 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境外处 是一个组织中心 集中领导和管理 国家政治保安局所进行的一切国外情报工作 为了按照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境外处所拟定的方案 在国外指定地点完成上述一切任务 被称为谍报站长的全权代表 拥有固定的居所 俄罗斯联邦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外交和商务代表处 均将组建以谍报站长为首的驻外谍报机关 谍报站长在代表处里应该有官方的职位 其谍报员的身份只能向代表处的首脑透露 每位谍报站长向中心寄送密码情报 每周不得少于一次 就这样 红色苏俄对外的谍报情报网的创建 迈出了第一步 为了在工作细则里 还规定了 要秘密向那些和红色苏俄 尚无外交关系的国家 派遣谍报机关 对外情报局的负责人 在这个部门创立之初呢 几经变换 那么真正让对外情报局 有了迅速发展的 是1921年12月被任命的新局长 这就是米哈伊尔 阿布拉茂维奇 特里利歇尔 那么关于特里利歇尔 他本人的具体情况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 感谢观看